今天我们讲一下上次没讲完的东西 那就是呢当我们在解x5次方等于1的时候呢 上次我们拿到这五个答案 这是第一个就是1 然后再来呢拿正的就是dx 拿负子就是拿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第五个 那这个fee呢就是我们的黄金比例 2分之1加更号5大概等于1.618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怎样用最快速度的方法来解 x的5次方等于1 那当然是要用到极座标的模式了 那我就先把它做出来给你们看 用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 我们先看那个unicircle 所以就画个圆 大概长这样子 好那这个呢是我的 实轴 然后这个是我的虚轴 real然后imaginary 那这个点呢就是1 好那现在呢 当我们有五次方的时候 这是一个正整处嘛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把这个圆除以五个部分 那就是每个部分就是有72度角 所以我就在这个圆上面呢就放五个点先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大概在这边 然后第三个点呢大概在这边 然后再来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 那其实这样子就做完了 因为这五个点呢就刚好是这五个答案 那我要把它写出来给你们看 我们用几座标的模式写 首先从这边开始 我们因为这个的距离就是121 所以就是1乘以那个1 然后呢i来哦 所有的圆就是360度 但是我们都长大了 我们用2π 然后除以5 那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呢就是把它乘以2就好了 所以就变成1的i 然后4π除以5 然后再来把它乘以3 所以这个就是1的i6π除以5 然后再来1的i8π除以5 那最后呢就是当然我们会有1的i10π除以5 那当然也是等于2π啊 所以就这样写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五个答案 真的就是我们五个答案 那现在我们讲讲看说 怎样把它写出来 首先呢当然要复习一下这个欧拉的formula 1的iθ 它等于cosθ加isinθ 好咯 那现在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它的角嘛 72度角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有cos的部分跟有sin的部分 cos的是real part 然后这个sin的部分呢就是 supart imaginary part 好 那我们拿这个点来看的话 诶 你看它这个轴 这边的话是正的 然后又是上去所以是正的 所以我们要看它说哪个是正的跟正的 那这边也要讲一下我们的fee呢大概是1.618 平方它在减4 它呢一定会是负的 likewise 这个呢也会是负的你去算一下 所以它们这两个呢都是 虚根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这边嘛 fee分之1它是正的 然后分子 分母又是一个2 所以它这个是 real part 是正的 然后imaginary part 拿正的的话就是正的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说 1的i2pi除以5 等于 我把它写好一点就是这样子 2跟fee放在一起 分之1 然后加上 2分之1 然后更号 fee平方分之1 减4 again 这个部分呢 会是负的 然后底下你就会拿一个i出来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拿欧拉公式算一下的话 就是会得到cos of 2pi除以5 加i sin of 2pi除以5 那它呢会等于这个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 其实就会等于 这个 所以就是 你可以把 the golden ratio放在分母 然后再乘以2 然后分之1 就是得到cos 72度角 同时呢 这个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算一下 就是会拿到 诶我的i 诶我这样子的话 你这边会有个i的啦 所以这边呢 你把它就是 match一下的话 不要看i 就是这个部分 会等于没有i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样子 那总结一下呢就是 当我们要这样子 解这种题目的时候 今天我们解的是x5次方 等于1嘛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写出来哦 x会等于什么 就是1 好这就是1嘛 如果这个是等于32的话 就放2 因为拿5次方 就是2的5次方等于32 好 那这边是1 然后再来就是1的i 然后 我们写2pi在上面 除以n 那这边要注明一下n等于 第1个 第1个 嗯 嗯 嗯 诶 啊 写错 i乘以2 然后这边放个n pi 然后除以5 那这边呢 你可以写n等于 看你喜欢怎么样 你可以说这个n呢是0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1的i乘以0 当然也是等于1嘛 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就是n等于0 然后再来呢就是2乘以1 所以就是n等于1 然后2 2乘以2等于4嘛 然后3 然后4 你这样子把这些01234 放进去的话 你就会有这个 5个答案啊 嗯 就这样子